今天这座新店到底有多拼 第一家店就选择开在 顺土顺境的南京东路上 基本上我们的海鲜 都会是源头直材 这个包容放在里面 没有钱 他们究竟做的什么菜 来头这么大 它是有一种排汗 排毒的作用 对身体很好的 连食客们要吃上 都得拼耐力 排了一个个小时 刚才吃上一会儿 每次都要排两个小时 就一个字 逃在上海绑定生活 大家好 我是钟亮 今年高考地理素材当中 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名词 手电经济 其中对应的素材呢 就是这一段 上海手电经济发展 呈现良好势头 手电效应正式成为了 上海商业的新标签 那其实这一段素材呢 就看得出来 因为今年有很多 新店新品牌 选择在上海 开出了第一家 也有很多的老店老字号呢 也在上海开出了新品牌 所以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上海餐饮界 这些新店怎么可以不拼 又怎么能够不拼呢 今天节目就一起带着大家来看看 这些新店界的拼命三郎们 使出了怎样的浑身解数 亮亮这才是今天第一家店 时间很充裕 你这么着急跑干什么 哎呀你根本就不能玩 现在不但店家很平 就连食客也很平 晚一点就吃不到了 您几位啊 现在我们三位 三位的话可能要等 要等一两个小时的样子啊 现在 要等一两个小时啊 对 两个前面没有完整 两个人呢 两个人呢 她目前已经排了一百多桌了 一百多桌 那是不是就等于 我的午饭要吃成晚饭了 是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这家让亮亮来晚了一步 就没吃上的 就是今天上榜第一家 在长沙开了二十三年 三个月前 首次开到上海的 炊烟小炒黄牛肉 现在吃顿饭 你说拼不拼 你看门口的这些食客 真的是已经排了很多很多了 我问一下啊 你好 你已经排了多久了 有四十分钟了吧 四十分钟了 对 之前吃过一次 你吃过一次 所以是你推荐他们来的吗 对 那你之前来的时候排了多久啊 那天排了大概半个小时吧 值得花时间呢 因为排队肯定是有排队的道理嘛 一点都没夸张 人家可不是做营销搞噱头 炊烟来上海之前 就已经被人民网 中国新闻网 湖南日报等权威媒体 誉为长沙香菜排队王 早已名声在外 连你们的爱豆 都是他的粉丝 这个炊烟小炒黄牛 真的好嫩好好吃 开到了上海 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是营业第一天 白米长的队伍 就排到别家店的门口了 但是他们始终坚持的 只有一点 口味上不做任何改良 长沙什么味 上海就什么味 长沙用什么牛肉 上海就用什么肉 我们那个牛肉是 选自那个湘西的土黄牛 生长周期呢 一般都在最少三年以上 湘西这边的这个黄牛 跟其他地方的这个黄牛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湘西呢 因为湘西是属于山区 它海拔比较高 在我们那边的那个牛肉呢 一般它都是吃草长大的 它也没有喂任何的饲料 而且这个牛肉呢 它是都是劳动过的 能够出汗的 这个牛肉呢 其实就是保证呢 它没有善味 而且它这个肉质啊 非常的紧实 难度更大的是 吹烟有一个 每日新鲜到桌的铁绿 也就是说 黄牛要做到 每日早晨现杀 冷链运输到餐厅 这样保证吃到的黄牛肉 是最新鲜的 不仅原材料产地直送 连掌勺师傅 都是直接从湖南空降上海 而能做这道菜的湖南师傅 也只有两位 第一个我们要求有 十年以上的工女 然后第二个呢 要增过我们公司内部 层层选拔 层层PK 它才具备这样的一个资质 所以不但要有经验 在你们公司 还要经过选拔 还要PK对吧 对对对 朋友们的工艺非常是讲究 很讲究的 这是第一个 我们的一个 蔬菜的一个速度 这个我们是通过 大火小炒 三十秒出锅 三十秒 没搞错吧 这爆炒可用不了气食器 全凭师傅 几十年的炉灶功夫 对肉熟度的观察判断 瞎算着时间 得在刚刚好 外熟里嫩的那一秒出锅 这种急火爆炒的菜品 最考验温度 因此店里每张桌上 都有专门盛放小炒黄牛肉的器皿 红牛内部有烛火 可以加热保温 今天是第一次 但是我想吃很久了 我们今天就是一起来排队 就是排了一个个小时 然后刚才吃上一会儿 很辣 很够劲的感觉 排的每次都要排一两个小时 就是特别香 然后也很地道 对对对 很喜欢的 然后又很下饭 店里道道都是下饭神器 由师承国宴大师 毛氏红烧肉的第四代传人 戴永潘先生 研发的毛氏红烧肉 与本帮红烧肉 是截然不同的口味 长沙老牌 吹烟小炒黄牛肉 上台手电 开店仅三个月 日均排队时长 一个小时 赞牌榜单 第一名 还记得盛极一时的 一插一作和他旗下的 卤肉饭吗 他们鼎盛时期背后的 那位行政总厨 杨沛红 同样作为世界中餐名厨 交流协会理事的他 在今年开出了 属于自己的第一家店 名字和他本人 憨厚可爱的形象很贴切 金刚厨房 在自己的厨房里 终于可以随心所意地 创造菜品了 于是和之前中规中矩的 粤菜极具反差感的 融合西餐风格的 创意中国台湾菜诞生了 如此狂野的牛肉串 你见过吗 更出乎意料的是 牛肉串用的是 高端牛排店采用的 菲利部位 还有这份披萨 用的是台湾首抓品 饼皮制作的 层层叠叠 超级酥脆 当时卤肉饭这家店 是凭借着一碗卤肉饭 活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那这个卤肉饭的味方呢 就是坐在我旁边的 杨大厨来研发的 那这次啊 他重新出山 卤肉饭呢 也还是他们店的一个招牌 但是不同的是 他们还有一碗 升级版的卤肉饭 但是我刚才 真的是仔仔细细地 观察了一下啊 就是除了好像 加了几块鲍鱼之外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其他别的不一样的地方 也不小看那几块鲍鱼 怎么了 煮个卤肉饭是一天 煮这五个鲍鱼要五天 如果仅仅是多了几个鲍鱼 其实算不上升级 关键就在于 大厨偏偏选用的是干鲍鱼 它里面有一种元素 它是会经过一段日子之后 晒干干燥之后 产生的糖化 而转变 产生出来的鲜香味 是不一样的 就这种鲜香味 可能是新鲜的这个鲍鱼 是比不了的对不对 鲜香鲍鱼没有 不是没有的 干鲍鱼的成本并不比鲜鲍鱼低 但是烹饪起来花的时间精力 却是鲜鲍鱼的五倍 先要泡发两到三天的时间 期间需要不断更换清水 接着还要用老母鸡 整根火腿 鸡爪猪脚 炖煮一天一夜的高汤 来焖煮鲍鱼 还要再煮两天 光是这锅汤就听得 已经鲜得不得了了 而且这锅汤的成本 还蛮像血本的 要的 要的 鲍鱼不进还算是贵食材 贵食材 我看你这个柜子上 写的是什么东西 水 五花肉 梅肉 这个是什么 这是做卤肉的配方 卤肉饭的配方 是的 是你们家这个招牌 卤肉饭的配方 就直接写在这儿吗 是啊 所有人都可以看得见的 做菜拼得不是秘方 拼得只是用心 也像我们的卤肉饭放下去 大家都看到拿着配方 不见得每个人都做得出来 五花肉要怎么样煸 怎么样逼它出油 出了油之后煮起来 它那个肉吃进去 化而不油腻腻的 这个东西很多厨师在我这里做的时候 都做不到 自己在东西在操作的时候 能不能要求自己做小小的细节 所以直到现在 大厨还坚持用生铁锅煮米饭 虽然人力成本翻倍 但是这样煮出来的米饭 可的确要比电饭包做得更香 煮好的鲍鱼需要先煎出香味 再跟这份密制卤肉饭的卤汁混合 这种海鲜和卤肉的跨界合作 强强联手 能否在卤肉饭界拼下一席之地呢 很满足 很满足 而且你要知道本身卤肉饭就光的卤肉饭 我就已经很想吃了 再搭配上这个鲍鱼 它真的是 这个饭里面又有这个乳肉汁的这个乳香味 又有这个鲍鱼的鲜香味 并且它能把这种味道也融合到你的卤肉饭里面 下面这家位于徐家会的古大利牛骨堡呢 真的算是挖到宝了 是目前上海很少见的 可以解压的牛骨堡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点一到他们家的这个招牌的牛骨 所以就知道了 直接给你上一整根的牛大骨 可以在骨头上写上不开心的事情 然后亲手砸碎它 然后呢再吸里面的骨髓 那叫一个鲜爽 那其实更有趣的是这个锅底 这个锅底呢是老板有次参加 家庭聚会的时候吃到的 觉得味道非常的好 于是呢要来了秘方开了这家店 接下来这家店呢可不得了了 他们是首次入住上海第一家店 就选择开在寸几寸间的南京东路上 并且是人气顶流地段繁华的横金明人中心 更不得了的是啊 他们的手店居然包下了1600平米 摊子铺得这么大 你说他们能不拼吗 在湖南已经火了22年 海鲜界的大咖级品牌 徐济海鲜终于开到上海了 荣获2019年饭店业金鼎奖 怪不得可以如此有底气 第一家店就选在上海南京路 各个区域都是绝佳观景位 还有个超大的标志性海鲜池 这里的上百种海鲜 每天必须保证24小时内运到店里 就连店里的海鲜池都不一般 这边的海鲜池居然还配备了两位饲养员 来精心地饲养这些海鲜 对对对 每一个海鲜我们根据它的那个产品 那个生产的环境 对于盐度啊温度啊 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不一样不一样 我们这个是从澳洲过来的大楼下 所以它对于盐度啊温度 这块要求比较高 像我们这个大楼下 现在的温度可能就只有8度 然后它的浓度可能就是24到25度的样子 太高或者太低的话 它就不太好养 他们家有一道桌桌弊点 一年甚至可以卖出15万的销罐 其实是这一道 看起来平平无奇 也没有奖牌名号的加持 却算得上是22年来元老级的招牌 辣酒煮花螺 而且这一道在全国门店 卖了20多年带壳的花螺 只有在上海能享受到专人拨好螺肉的特殊待遇 好吃吗 花螺越大的花 它其实肉质真的很饱满 而且因为它新鲜 所以吃到这里真的是很Q弹 很有嚼劲的 它拆开之后 我觉得其实是会更入味的 对不对 对 而且他们家的菜 可以说是道道都有光环加持 就连一份酱油炒饭 都上过综艺天天向上 这道造型霸气的金牌龙虾可以说是声名远扬 镇店之宝 蒜蓉粉丝蒸板蟹曾获得特金奖 气势十足 徐济海鲜 火爆22年的海鲜大佬 首次入驻上海 全广店日均排队30分钟 机身榜单第二名 大家知道对一道美食的最高评价是什么吗 就是像我现在这样 好吃到翘脚 那说到拼起来能拼到什么境界呢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家店 可以说是名不其实的是在拼命 没错 今天上榜的最后一家三姊妹翘脚牛肉 绝对算得上是本期的拼命三郎 一家锅物店 赶在最热的夏季开出新店 就足够有胆量 而且他们家的食客 也都很不简单哦 三福天顶着30度的高温来吃翘脚牛肉 吃得大汗淋漓了 还要吃 就一个字 我觉得我跟你说 我觉得它这个汤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妈平常熬汤在家里 她会放一些味精 就很明显能喝出来 但我觉得他们家汤 就喝不出来 也挺好的 就感觉很风畅 而且就会有出汗嘛 出完汗就是这个汗消下去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很精神 有时候没睡好的时候 就来尝尝看 我觉得还挺好的 喝下去你就会觉得身体很补 那我就觉得蛮舒服的 其实还是 发一身汗然后喝点啤酒 就感觉到位了 饭点还没到 老板娘就开始忙着接预订 吃桌子了 这个翘脚牛肉 不分冬天和夏天的 因为它那个汤 是真正的骨牛骨头熬的 它是有一种排汗 排毒的作用 它喝了以后又发汗 它对身体很好的 所以说有明白的人 他们知道的 西南大便 他们懂的 很想夏天来吃 对就是好比说 我老公他们老乡来了 他们一看 哦翘脚牛肉 他肯定会进来吃 这家店其实也是我开的 也是您的 对的对的 之前我们开的是东北菜 因为我老公是四川人嘛 乐山的 然后就开了一家 他们老家的小吃 他也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哦 我老公在厨房 他管内我管外 哦 跟一般人还不太一样 对跟人家不一样 你整法了的 对你们家是男主 那女主买的 对对对 老板娘孙女士 是这家店的外交部长 但是掌管后厨的老板余先生 却是人狠话不多 八十公斤的这锅汤 被他拿捡得死死的 而叫他讲起来的话 咱们的这个汤笔吧 是用五斤大骨头 每天三六点钟就起来 烤汤 加上二十多种那个中草药 烤四五个小时 用不完的话 也不会保留 不像一些那个 我们都是用亲眼看到的骨头啊 牛肉啊 为了保证就是新鲜 因为现在的消费者不差钱 但是口感一定要好 对吧 做成要对的钱 大厨啊 这个骨头是怎么选的 每天 选那个牛的那个大骨 你看到没 它这些都是牛油 熬四五个小时 才能把里面的营养 都能熬出来 所以不夸张地讲 这锅汤就是翘脚牛肉的灵魂 要求它得时刻盯着调整火候 保持全程加热 但不开锅 才能让汤色清澈 而鲜味十足 老板常常从早上六点开始熬 到晚上十二点打烊都不能懈怠 说这样做出的翘脚牛肉 才是正宗地道的老家味道 它吃到嘴里就是盐味很淡 但是香味很足 包括啊 我感觉这个牛肉的香味 已经融合在汤里了 对 这个肉的话 是不是要配上这个干鸟啊 一定要配这个灵魂的蘸料 这才味道才是最佳的 牛肉非常嫩的同时 搭配上他们家这个灵魂蘸料 为什么说是灵魂 这个蘸料它真的是 基本上不辣 但它同时就是很香 它可以让这个牛肉的这个香味 也激发出来 又下饭而下来很有营养 好好好 我马上就回来 马上就回来 好好 知道了 知道了 谢谢王医生 怎么了 老板娘 那个我在住院 在住院 对 因为店里太忙了 我要跑回来 所以说身体出现什么情况了吗 肾不好了 所以现在是已经到住院的 对对对 因为我肾功能不全了 要是再下去就要做替代治疗了 住在医院里 但是心还是在店里 对 肯定的呀 每天我都是在手机上看 就看我有什么事情 我端不得马上飞回来 那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赶紧回去吧 好好休息啊 不好意思 早上看货 好好好 店名三姊妹 是老板娘的三个宝贝女儿 大概也是支撑她拼命做好的 精神支柱 本期节目原定榜单 是根据新店人气排队时间 作为排榜依据 但是如果附加一条 拼得成度 这家三姊妹俏脚牛肉 应该实质名归 作为榜首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样了 我是钟亮 下次再见 拜拜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这么大区的面包包 哪里找的啊 这个呢 只有碗饰才供应的 这是一份 尽兴为你制作的 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 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 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过不就不能吃过 更正宗 这是上档次的传菜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